海贝王963集,白胡子玉田爆发王者之战,结果一拳分出胜负。 和之国的混是魔王光岳玉田,出人意料地打理好了混乱的酒礼,被其赴光岳受喜烧任命为酒礼的大名,一时风头无凉。 玉田拯救的食人,也为了成为配得上玉田的武士,刻苦学习文化知识,努力修炼战斗能力。 玉田的梦想 然而,成为了酒礼大名的玉田,从未忘记自己的梦想,那就是出海,前往自由,广阔的海外世界。 玉田为了离开和之国,曾经数次单独驾驶小船出海,可惜全都失败了。 玉田的航海能力是零。 在和之国,出海是犯法的。 所以,在和之国内,玉田指望不了任何人帮助自己。 所以,外来者成为玉田出海的唯一途径。 玉田VS白胡子 玉田的梦想,终于在某一天可以成为现实,因为有海贼团登陆和之国了。 自从洛克斯海贼团覆灭后,白胡子自己成立了白胡子海贼团,如今航海来到了和之国。 得知有海贼登陆,玉田欣喜若狂,梦想可以实现了。 强者之间的交谈,和一般人不一样,刀剑想象,以武力互相问好。 此时的白胡子还没有拖发,看那一头飘逸的黄发就知道了,政治巅峰,不是顶上战争时机可比的。 白胡子的剑纹色也很厉害,感知了玉田的喜来和强大。 两位强者一见面,直接就是对碰。 白胡子和玉田都是有霸王色的,两人实力又强,对碰引发的冲击,就是强者的证明。 漫画其实两人也就一个对碰,但动画自然需要原创一点打斗画面,这是老传统了。 白胡子的回答 玉田虽然见面就是一刀,但他在最终目的是想出海,所以请求登上白胡子的船。 白胡子本来就不想答应,随后赶来的警卫们表明了玉田身份,也不同意驻军出海。 所以,认识玉田百般请求,白胡子也坚决不同意。 玉田的出海,白胡子不同意,家臣不同意,玉田还被看管起来。 但是,玉田没有放弃,白胡子修好船后,打算直接起航,不让玉田知道。 而玉田撂到白胡子的做法,直接一根铁链伸住桅杆,拉住另一头就出海了。 以藏野撂到玉田的做法,随后跟上了玉田。 老千层病了,猫狗是最厉害的,默默地上了白胡子的船,等住玉田。 你喜欢这个视频吗?希望你能有一些放松和娱乐的时刻。 立刻分享出去让更多人知道吧。 并且不要忘了留下一个喜欢,订阅我。 再见。 。